小时候就是经常见不到爸爸 我父亲本来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 我为他感到非常的骄傲 所有小朋友都在那里 我开始练习我父亲 最早我能走 我父亲是一个很耐心的练习 他经常常有人在家习习 他们的艺术体会 我的生命是一种非常相似的 分别都是我的父亲 我和父母在一起看 所以我父母很心配上 我和父母在一起乞串的心配上 我和父母在一起看 我家在家裡裡有什麼東西 我和我家在一起 他在家裡裡心配上 我偏偏是男孩子,偏偏经常喜欢运动 有时候不读书,逃课,去打球,去玩,去野餐 经常受到惩罚,很小的时候就给咒一顿 大的时候可能就要罚超书,起码要给训一顿 我们虽然都是医生,但是在不同的专业领域方面 我们就是有不同的贡献,能够受益于父辈的指引 我觉得这是我很幸运的地方 我小时候就是经常见不到爸爸 因为我爸爸小时候开车市,他是开夜版 我看到爸爸,他的头发也是慢慢的变法 他就会,哇,怎么感觉一下子真的是感觉父亲老了的感觉 他就跟我说,就是每场火灾他去的时候 他路上就在想说,我一定要回来见到我女后 这是后来我长大以后才告诉我的 但那时候我很小,我只是觉得我爸爸为什么每天总是不在 他还不能陪我呢 到后来我才叫他去做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我为他感到非常的骄傲,就是我很自豪 我父亲本来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你知道吗? 可是就在那一刻他就崩溃了 我父亲背着我出去,到处求医 在我父亲的心中,有比他够人荣誉更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他的儿子 他那天可能也受毁有劲,是个咋子 还有那个蜜光 对那个白头发就特别的要人 我真的让我们都想起来 我爸以前打我的手 是啊,现在一会儿是啊 他现在能把你带个过宝去 我爸以前打的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